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 麻辣香水鱼 干烧小黄鱼 陕西凉皮 辣汁肉夹馍 特色菜更有 招含水煮鱼 大王蹄花 王氏红烧肉 串鱼小肥羊 新派川菜 传统新菜 新点小炒 尽在新香会 世家宝店 3290BLNFN Unit1 电话7167548810 北约客店3875 Low News Pro 电话647288899 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 WOW TV的国有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 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我们来关注 美国政府对台授武的消息 目前美国政府 不顾中国方面 一再严正交涉 宣布向台湾出售一批 先进武器装备 总额达到了58.52亿美元 美国政府强调 对台授武是 协助台湾防卫 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 最新对台授武计划 并没有出售新款的 F16C-D型战机与台湾 但同意为台湾 145架旧款 F16A-B型战机升级 包括更换引擎 配置全球最先进的 雷达系统 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增加战机 远程空对空探测能力 美国指 改装后 F16A-B型战机的性能 会与F16C-D型战机相似 大幅提升战机的 中距离精准制导能力 对中国的歼20战机构成威胁 另外 美国又会向台湾 出售军用飞机零配件 并提供飞行训练 及后勤支援 同时也会出售 140枚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和联合攻击炸弹等精准武器 浙宗军售总额超过58亿美元 美国总统阿巴马上任以来 已经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 涉及金额超过120亿美元 是1979年 台湾关系法实施之后 对台湾售武金额 最多的一届政府 美国国务院指 浙宗军售 纯粹是协助台湾防御 令台湾在安全与和平的基础下 继续与中国大陆 维持合作与经贸交流 这符合美国利益 另外 针对美国政府 总额达到58.52亿美元的 对台军售计划 中国政府方面对美国政府 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 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 密集表态强烈抗议 21号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就此次美国宣布 对台湾军售计划 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叶隋 也在华盛顿 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同一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 在北京就美国政府宣布 对台军售计划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马昭旭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他指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 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美方致中国多次严正交涉与罔顾 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 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原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大业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绝不接受 马昭旭说 美方的错误行径将不可避免地 给中美两国关系 给两国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造成损害 责任完全在美方 22号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 就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指出 美方的这一做法 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违背其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承诺 损害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大陆方面表示强烈不板和坚决反对 国台办表示 目前台海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 这一局面来之不易 台湾方面一再渲染炒作 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不仅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 不利于推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大陆方面希望 台湾方面能够认清形势 不要在两岸之间制造对抗 不要做有损台海地区稳定 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的事情 此外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 22号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军售计划 表明中方严正立场 他指出 美方这一行径 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严重破坏了台海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中国军队对美方这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行径 表示极大愤慨 予以强烈谴责 耿燕生指出 美方再次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 将给两军开展正常交往 制造严重障碍 事实证明 迫害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责任 完全在美方 戈燕生强调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 是坚定的 明确的 美国在受台湾武器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将不可避免的 使中美两军关系受到影响 此外 中国媒体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发表了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 狠批美国背信起义 文章指出 1982年中美共同发表817公报 美方明确承诺 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 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性能和数量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 近几年的供应水平 它将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近30年过去 美方非但没有兑现承诺 反而变本加厉售台武器 据不完全统计 近30年来 美方以80多次对台售武 总价值超过400亿美元 美方这种背心弃义 不尊重国际关系准则 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做法 与其自诩的负责人大国形象 极不相符 美方每次出台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 也都不可避免地 使中美关系经受折腾 两国合作受到影响 评论指出 美国国内有人说 售台武器有助于美国扩大出口 增加就业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 还给新进这批对台军售 可以为美国军工企业 创造的收益和就业算了细账 其目光之短浅 视野之局促令人惊讶 如果非要量化国家利益 中美合作给美方带来的好处 可以列得更多更细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 2011年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项目越来越多 雇佣的美国员工少则几百 多则六七千 美国政客是否想过 对台军售和中美经贸合作 孰轻孰重 文章指出 中美关系是一艘大船 合作共赢是其航向 美国售台武器这块巨大的礁石 在航道上继续存在 危险不容忽视 美国必须停止损害 中国核心利益之举 中国致力于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强烈要求美方审时度势 纠正在受台武器上的 错误政策和做法 站到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上来 美方必须深刻反思和断然调整 好 我们再来看 当地时间22号 中国农业部对外宣布 今年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总产 有望实现连续8年增长 据中国农业部最新统计 今年东北 华北 黄淮 西北等区域的粮食均成增产态势 预计全中国31个省份中 有28个省份不同程度增产 粮食连续8年增产 在今年的高起点上 波中面积扩大 空间有限 总体气候条件不确定等因素 使粮食产量继续增加难度加大 中国政府正通过实施 增产千亿斤规划等措施 继续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近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 住户办主任王萍萍表示 关于居民支出中 自有房屋的资金折算的统计调查 将会进行改革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80%多的住户 居住的是自己的房子 王萍萍介绍 现有的住户调查制度里面 城镇居民支出里面 是不包括构建房支出 和自有住房折算资金 只是实际的当年发生的支出 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租赁房的房租 第二块是水电 燃料这些支出 第三块是房屋的物业管理 以及维修的支出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80%多的住户 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王萍萍表示 所以目前住户调查制度 是需要改革的 而且也正准备改革 好 我们来转看 北京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2号 北京市打四黑除四害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通报 为有效地打击 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提高举报食品安全案件的 奖励额度 最高奖金提高到30万元 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负责人介绍 最新修订的 北京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线索举报奖励办法 修订稿规定 有关部门 根据举报线索 查处重特大食品安全案件 消除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 可以给予举报人 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 对于举报违法制售 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 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 地下黑窝点 黑作坊等的人员 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内部 或者食品业内举报人员 将提高奖励额度 此外 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有关负责人还介绍 北京市暂时未发现 地沟油回流餐桌 好了 中港台的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锁定 今天的体育360 一起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 一甲第四轮 开始了第八场的较量 AC米兰在主场以1比1 占平乌迪内斯队 仍未取得胜计 AC米兰在第29分钟意外失球 阿比亚地铺球脱手 迪纳塔莱简陋破门 乌迪内斯以1比0领先 AC米兰在第64分钟 将比分翻平 小将埃尔沙拉维杰卡萨诺 穿球后低射破门 将比分半为1比1平 并打进新赛季 个人首例入球 这也成为了 乌迪内斯本个赛季的 第一个实球 再来看西甲方面 巴塞罗纳做客挑战 瓦伦西亚队 在上半场开赛后的第11分钟 瓦伦西亚便首开记录 马修在左路下抵传中 阿比达尔不慎将皮球 碰入自家大门 瓦伦西亚以1比0领先 但是两分钟之后 巴塞便闪电班平比分 佩德罗接应梅西的传球 在禁区左路射门得手 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比赛在第22分钟 巴布罗为瓦伦西亚 打入第二个进球 以2比1再次领先巴萨 比赛一直进行到 下半场的第77分钟 法布雷加斯 借应梅西的直传 为巴萨将比分办为2比2平 而随后两队都无法 再攻破对方的球门 最终 瓦伦西亚在主场 以2比2占平巴塞罗纳队 目前 瓦伦西亚 以3胜1平 即10分的成绩 位列积分榜首位 而巴塞罗纳以2胜2平 即8分的成绩 在列第4位 好 体育消息过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现在的户外天气情况 现在户外是17摄氏度 有云 吹每小时15公里的西南风 相对湿度是72% 继续来关注 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 转看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 将于10月18号到明年的1月10号 在上海世博园中国观举行 这是毕加索62件真迹 首次离开所藏的巴黎国立毕加索美术馆 由于这批艺术品相当的珍贵 展览的总保费高达了6.8亿欧元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 是中国历来最大规模的毕加索画展 本次精选法国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62件珍藏原作 横跨毕加索70多年创作时间 包括蓝色时期 粉红时期 原始时期 立体主义时期 古典时期 变形时期 表现主义时期 藉由不同时期画作 表达出毕加索对于人物及情感的看法 画中他对生命中的七个女人的爱恨情仇 子女的关爱呵护 与画家父亲亲密又疏离的微妙情绪 将赤裸真实地呈现给各位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 将于10月18号到明年的1月10号 在上海世博园中国观举行 在这个展览还没有开放之前 不如就在这儿趁这个机会 在这里欣赏一下毕加索的作品吧 好了 趣闻过后 我们今天的国一晚间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明天就进入秋天的第一天 天气转凉所以要进入增减衣服 好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